中国古代八大茶吃,一人成就日本茶道,一人为茶放弃地位。 吃心有很多种,红楼梦里带遇葬花,那个是吃到极点了,所以摊身吃,佛经上称其为三毒,事实我们不能误导,不能超凡入圣的三毒。 自古古人做吃人,不乏情吃,露吃,当然茶界当中也有茶吃,在我国历史上对于茶叶的爱慕道吃的境界更有这么极味。 一、露宇露宇,被称为考察茶室,游历八川属辖,一路上他逢山筑马采茶,御泉下安边水,目不辖街,口不辖房,笔不辖路。 经过长年的积累,世界第一部茶叶专政,茶经,复吉胡,以生铁为之,红舟以词为之,来舟以识为之,此与世间雅气也,性非坚实,难可持久,用银为之,道解,但顺于此地,得以面试,入狱也被诗人尊为茶圣。 二、如同如同是茶成匹,他的七万茶师,被人先载传唱,后流传到日本,并深深影响了日本的茶道。 此外,如同环绕有茶谱,世人尊称金伟茶县。 三、疲日修晚堂昭明文学家,精通茶室,善写茶室,他自制了一套精美的喜美茶具,写过茶中杂涌,为金人了解唐代茶园,茶舍,茶笼,茶具以及茶叶的种植,被制,烹饪情况,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。 四、李清赵宋代昭明女辞人李清赵,与丈夫都是茶道中人,他们旅居清州时常以茶为戏,煤饭吧,做归来堂,烹茶,只堆积书时,严某日在某书某券地几页地几行,以中宝小胜负,为饮茶先后。 一边饮茶,一边记忆学习,此乃饮茶助学饮。 五、张戴明末人,曾戏谑地自称茶饮枯女。 他曾联合乡人,被家乡一款没落的供茶进行改造,使得此茶名声大道,并更名为蓝雪茶,后重新雄去江南第一名茶的宝座。 六、干龙曾留下江南,微服私访的同时,也饮遍了江南的明茶,干龙一生饰茶,到了晚年,更是到了并茶的地步。 八十五岁高龄时,干龙欲退隐让位,有大臣劝导,国不可一日无君,干龙回约,君不可一日无茶也。 七、蒲宗领蒲宗领久居相见,知识安博,他自制了菊桑茶,具有不慎,抗衰老的药角。 他在家乡设了一个茅草茶聊,为过往行人义务供茶,饮茶者不需付茶钱,只需口传故事和传说。 这些用茶换来的故事,后来成为聊斋之意中,四百九十多篇文言体小说的素材来源。 八、汪世慎阳州八怪之一的汪世慎,是八怪中与茶结缘最深的一味,他一生品茶如数,对各种茶叶的形状和味道了如指掌。 他闭着眼睛品茶,都能说出茶叶的产地,甚至是几十采摘的茶叶。 他有个癖好,煮茶的水只取三种,分别是山泉、雪水和花絮水。 他从不喝泡茶,而是用专门的茶具煎茶。 喜欢杯酒的文章请点赞、关注、分享。 欢迎推荐给您最好的朋友、历史、国学、风俗等你来聊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、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